美国疫情未见好转 越来越多的州决定说 总统大选要采取邮寄投票的方式 而总统川普认为 邮寄投票对民主党有利 因此以暂缓发放预算 给邮政总局的方式 来阻挠邮件投递 由川普任命的邮政总长 也已经下令收走数百个邮桶 撤走七百台的邮件分类机器 早就造成邮件收发的延迟 众议院目前正在修会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邮政系统 议长佩洛西下令提早开议 尽速表决250亿的邮政预算案 政府刻意拖延邮政 已经引爆民怨 因此预料这预算案 应该可以顺利过关 美国邮政总长德乔伊的家门口 许多愤怒的民众 亲自快递了抗议标语 要求这位刻意延误邮件投递的邮政总长 立刻辞职下台 邮政总长乔德伊曾经是川普的竞选金主 六月才刚被任命 他上任后立刻下令削减加班费和减少邮件工时 导致大量的邮件延误 近日邮政总局还收走了数百个邮筒 让民众无处可投信 而就在11月大选前 邮政总局还撤走了700多台的快速分类邮件的机器 无疑是为选物雪上加霜 引发外界批评 白宫也立刻见风转舵 邮政总长刻意拖慢邮物 恐怕就是为了配合川普质疑 邮政总局无力寄送庞大选票的说法 川普甚至毫不掩饰地说 邮寄投票会对民主党有利 所以他要求联邦政府暂缓发给邮政总局预算 就是要阻挠投递作业 前总统欧巴马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川普毫不掩饰的司马昭之心 令他沉默结舌 川普为了阻碍邮寄投票 已经表示未来也不会签署给邮政总局 两百五十亿的预算案 邮政总局现在只能自力救济 周日推出了邮局网络商城闪购活动 所有商品打五折 网站上的邮票和周边商品被秒杀 民众借由消费表达对美国邮政系统的支持 疫情还未好转 为避免现场投票增加感染风险 越来越多州宣布要采取全面邮寄投票 最新宣布的是宾州和纽泽西州 国会众议院目前正在休会 但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邮政系统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提早开议 本周就会提出预算案 另外国会还将在下周 要求邮政总长到国会听证 总统的总统 使用了产品 新闻免购物 民族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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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希望尽速通过两百五十一美金的预算 发放给邮政总局 现在就要看共和党的态度 而共和党内有不少人已经公开表态 反对川普阻碍邮寄投票 美国民众也是站在民主党这边 民众对于政府刻意延迟邮件感到愤怒 因为不少长者等着每月寄来的养老津贴支票过活 有人在等着邮寄药物救命 还有人因为没有收到账单而被罚款 专家因此分析民主党的邮政预算案应该能顺利过关 TVBS新闻综合报道